近期台灣已有3批的疫苗到貨 包括日本捐贈的AZ疫苗 台灣自己買的AZ和莫德納也在同天到貨 AZ疫苗到貨量則是出現比莫德納多的情況 各縣市陸續傳出有民眾混打疫苗的亂象 今日不斷傳出有小黃司機趁亂混打疫苗 昨日台中也傳出有至少5位老人混打疫苗闖關成功 台北松山機場排班計程車司機在國門第一線工作 5月初被列為第三類人員接種疫苗 日前擴大第7類人員為接種疫苗對象時 計程車司機也被列入可接種莫德納疫苗 要接送這麼多來來往往的客人運送物資非常辛苦 所以我也特別拜託指揮官陳時中部長 在疫苗配送的時候 希望能夠給這些勞苦工高的行業 向我們計程車司機先生女士 能夠給他們趕快打疫苗能夠安全 而這次室友公路總局負責造冊 就有松山排班司機再度接到疫苗施打通知 混打了兩種疫苗 台中市近期也傳出有長輩打完AZ後 把肩膀卡上已施打疫苗的助記貼紙直接拾掉 再把注射單黃卡藏起來 就副接種站想接種第二劑疫苗 他向護理師聲稱自己還沒打疫苗 就成功騙過醫護人員 先前也曾傳出一名高雄男子 因輕微失智症 先前已施打過AZ疫苗 兩個禮拜後又接種了莫德納疫苗 現在台灣政府並未同意混打 但現場檢查的人在檢查時卻沒有注意到 對老人家身體會產生怎樣的免疫反應 也讓家人非常擔心 那至於這個兩個不同種的這個MRNA的疫苗 這樣子的交互施打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方式 那這當然在我想疫苗資訊小組裡面 也一定會去參考國際上的一些資料 如果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認為這樣是OK的話 那當然也是可以考慮這樣的一個施打模式 總之就是怎麼樣加怎麼樣順序的施打 當然有些人也許會覺得有AZ加BNT 有A加B這樣子 就是不是只可以延伸到A加M 是不是也一定可以 或許會不同專家會有不一樣的意見 不過總是要達到一個共識 那所以這個BNT加莫德納或莫德納加BNT 這當然也我相信也會有不一樣的看法 不一樣主張 那可是最後總是要在我們的這個疫苗資訊小組裡面 達到一個共識 我相信很多委員大概也是希望會有 足夠的科學證據認為這樣施打方式是OK的 對於有關不同廠牌疫苗混打的議題 受到熱烈討論 瑞典一份針對AZ混打莫德納疫苗的研究發現 這兩款疫苗混打產生的綜合抗體 竟比單純接種兩劑AZ疫苗高出十倍 目前我國尚未開放新冠肺炎疫苗混打 不過指揮中心表示 目前台達醫院已展開疫苗混打的小型臨床研究 世衛沒有建議不能混打 也沒有建議可以混打 所以世衛的建議基本上就是說 還是按照目前一般標準的方式 第一劑打什麼第二劑就打什麼 那它尊重各國依據實際疫苗到貨的情形 以及可能各國內部有一些 自己對於這些疫苗混打的一些小的研究結果 所以它並沒有反對 有一些國家可能有在做混打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邊先做這樣的說明 那我們國內目前當然大家已經看到有報導說 像這個台大醫院已經開始在展開 這個關於混打的一個院內小規模的一個研究 那可能要兩三個月之後會有結果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邊有一些本土的實證之後 可以再給大家提供關於這樣混打的一個有效性 以及安全性的一些數據 可以來做我們國內做這樣政策改變的一個參考 針對疫苗接種報長被混打亂象 疾管署副署長莊潤翔也表示 民眾接種疫苗後健保卡會貼貼紙 也有小黃卡 希望第一線醫療人員檢查這些紙本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至於民眾刻意隱瞞打過疫苗 他也呼籲民眾因禁止這樣不理性的行為 別自己決定混打 有一個人的問題 這當然是極致大他 不然的話 了會主經驗 覺得自己的困難 buffet 有一個人的問題 有任何人的困難 你會有什麼人的困難 你很清楚